哈喽大家好,我是辛悦 今天我们要打假 我有好多朋友他们都跟我说 哇,辛悦,你在美国上高中也太幸福了吧 我就,啊,真的吗,really,pardon 他们说,对啊,你们每天各种谈恋爱 各种卡红趴,还可以穿得很fashion在学校 我说,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说,看你们美国的电影啊,电视剧啊,不都这样吗 唉,看来我们今天必须来一场美剧高中生活打假 来,不着急,我们一个一个来 据说,每个学校都有一群popular kids 用中文来说可能就是流行人 整个学校都特别的崇拜他们 但他们非常的排外,只认自己人 觉得其他人都是垃圾 一直排斥他们,对他们很密 所以全校的同学只能又痛苦又向往地巴结他们 一遍,她在我面前撞了一遍 那是真棒的 实际上呢,美国的初中和高中 都有一群默认的流行人 但是真的没有那么夸张 这个现象不是一种攀比 而是一种 玄学 他们实际上也没有多popular 但就是默认他们是流行人 他们群中有几个孩子是很好看的 也要长一般的 也要学习很好的 也要学习一般的 群中也有一些拉拉队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拉拉队都是流行人 他们也并没有很命 他们有的时候上课坐在我旁边 还会跟我捞两句 但是也没有多巴结他们 就只是他们的标签 所以在美国的高中 流行人确实有 但并没有那么流行 据说在美国 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叫做 Queen Bee的关键人物 实际上呢 首先我们从口语的角度去分析 真的会说Queen Bee这个词 都是父母那一辈的 就比如说如果我跟我爸说 就是学校里有个女孩子 然后他朋友很多 他就会说 Wow 所以她是Queen Bee 他每次这么一说 我就有一种春晚的感觉 那可真是666 我们确实会有比较漂亮的流行人 但没有一个是唯一最受欢迎的 也并没有一个全校都特别崇拜的一个人物 所以Queen Bee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 也只不过是一个电视剧 或者爽门里面的人物罢了 据说在美国加入啦啦队 是我们每一个女孩子的梦想 实际上呢 美国的学校确实有啦啦队 而且衣服确实是一样的 和那个啦啦球 气氛球 这个叫什么 你们在弹幕里面告诉我一下 谢谢 他跟其他的社团 活着球队 的说欢迎程度 其实是差不多的 啦啦队确实会有光荣的一面 他们有的时候要在全校的面前表演 而且每次有球赛的时候 他们可以穿着他们啦啦队的那个衣服上课 他们有的时候确实会比较收男生欢迎 但其实也有负面的一面 因为很多人会去 认识他们 会说他们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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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 他们甚至也会受到一些 其他运动队的排挤 或者歧视 说他们不是真正的运动 虽然他们其实很努力 他们也很厉害 他们就可以把女孩子这样扔起来 特别厉害 说白乐的社团就是社团 是学生的爱好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去这几个学生的爱好 据说 美国的高中生天天都在开轰趴 实际上呢 开一个轰趴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你的家够不够大 你的父母会不会出去两天 确定不回来 你的兄弟姐妹 会不会出卖你 你能不能搞到酒 因为在美国 21岁以上才能买到酒 而且非常的严格 所以你会让你的 朋友的哥哥姐姐帮你买吗 那他们也有收取费 你的钱够吗 所以 有那么多的条件 并不是不可能 但并没有那么可能 也不是所有的孩子的父母 都会让你去 所以一般这些轰趴 就有一些流行人可以去 然后我们这些 非流行人 只能在家写作业 据说美国高中生学习特别差 我在中国经常会听到有人说 哎呀 美国的孩子学习太差了 他们数学也太差了 他们完全没有作业 我还听到老师说 你们不要像那些美国的学生 天天就知道玩 都不写作业 但实际上呢 在地球的另一半 美国的老师 或是自己的学生说 你看看那些中国的孩子们 学习多用功 多努力 我就给你布着这么点作业 你在这里给我抱怨 不行 跟中国的孩子们学习 下课 然后我们就去看橄榄球比赛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们还要什么想知道真相的电影画面 欢迎投稿 如果投币过万 我就拿着这支投稿 做下语情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视频是星期六 对不对 你猜我是哪天拍的这个视频 是星期三 诶 什么东西是三来着 是什么来着 是什么来着 哦 是你们的一间三连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